字財TV 港股走勢告訴你 今天港股方面的走勢很壞 因為外圍因素影響 第一個因素 美股 美股上星期五下跌了163點 今天上海方面綜合指數下跌 跌了5% 歐羅又跌 跌到1.22的水平 一個歐羅 跌到1.22的美金 港元方面 港匯下跌 跌到7.8的水平 顯示資金流走 總總因素不太好 所以今天恆指早段低開 低開313點 最低見到194594點 修市有些少反彈 修市報19715點 跌了430點 成家方面跟上星期五差不多 也有671億 走勢來說就不太好 看看變化圖表 大家看看走勢圖 恆指走勢圖 今天又做個裂口 裂口 低開 下跌 看走勢說 低開 再回落 上回來收市 不至於最低價收市 有些少反彈 你說走勢會怎樣 會不會進一步下跌 跌過勢就對了 差在明天沒有反彈空間 我們留意一下 之前走勢裂口下跌 這裏 留意一下 裂口下跌 反彈一點 裂口下跌 反彈一點 換句話說 有時裂口方面的下跌 有些少反彈空間 有機會有 反彈多少度 按照你的計算 反彈空間來說 應該是20,000點的水平 所以你如果有些貨 想做一下 有時渦輪去選一下 在這些位置20,000點 可能做一些沽輪 再上空間 會不會到這個水位 這個水位多少 就在這裏 留意一下 20,000點的機會 可能碰一碰 看得到 不過回到這個水位 20145 機會小一點 20,000 845點 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回到裂口來說 形勢上會改觀 你看到之前這些裂口方面 也補不到 所以期望今次來說 也會有些反彈空間 不過未至於20145 可能靠近20,000點的心理關口也下來了 所以這些來說 做賣賣朋友可以試試沽期指 做一些紅症 一些沽輪 可以想這個選擇 你說會不會進一步 再低過之前的位置 194 23 機會有的 不過會反彈一下 再下去 有機會跌過194 23 所以現在來說 都是看淡好看好的 外圍方面其他走勢怎樣 好 先看這個狀況 看這個歐羅 因為歐羅這陣子來說 挺重要的 好 先看看歐羅 月線圖我們看牛熊市的狀況 牛熊的狀況現在你看得到 大市方面來說 是去到紅的階段 所以你看到 都破底到122的水平 所以歐羅來說 形勢轉弱 對股市來說 是一個負面 因為代表 是這個不穩定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金的狀況 金的走勢 金的狀況來說 好 金價方面你看得到 都破了之前的高位 去到1250元 所以市場亂來說 人們會買一些黃金 你見金價升歐羅跌 其實對港股來說 不是那麼好 因為外圍因素 是有影響到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樂觀 現在市場來說 落空間比較大 今天回答朋友 一個問題 一位 Cat Wong 這位網上朋友問及到 他有隻股票1688 1688是甚麼呢 阿里巴巴 他問阿里巴巴又 阿里巴巴今天收市價 15.52 跌了3毛 跌了1.9% 也是跌的 不過走勢 又好又不好 好的地方 平均線方面 已經加回了 有機會随時升破 升破會怎樣 向上 但不好的地方 你看得到 陰陽足上影方面 或者手 都比較長 代表什麼意思 固惑會大一點 現在的階段有負面 陰陽足的一個手 一個上影 有個正面 平均線 上回了 有個交匯狀況 等於怎樣 等於來說 也有機會炒高 有時 個別炒股票 有個別發展 不過如果你看阿里巴巴 想入貨來說 有時不用急 可能去到甚麼位 大概15.23 遇到稅位 即是貼近今日的低位 這些位的機會可能炒高一點 日股票來說 可能是個別發展 這是一個 可以留意的股票 所以 Catman及到股票 是否值得市有 怎樣看 都屬於暫時正面的看法 再慢慢留意一下 大市升的階段 個別股票來說 升得更加強 如果大市 跌的階段 個別股票 可能有個別炒作 不過始終升幅有限 這個要留意 股市近期下跌 有時跌是否壞事 有時不是 那個市不跌下 就升不到 為甚麼沒有動力 那個市偶了很久 偶了9個月 都不升不跌 不如今次跌下去 跌到多少 18000 19000點 這範圍 再上升 力度就會大 所以大家 在跌裏 一定不開心 有時 在大的下 動力更加好 這個階段 大家留意一下 先忍一下 好明天再見 拜拜